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跟着我们来到浮城高中 一起来认识桌球队的教练和选手吧 国一全中运吧 决赛 因为我们预赛 我打双打然后一场都没有赢 对然后就被冰起来 然后到决赛第一场本来也是没有要排我们下场 然后最后排我们下场我们就赢下这场比赛 后来就没有想到会赢啊 因为我们预赛打得很差 然后就教练就是黄鼠本来对我们 就是对我们有信心就派我们下去 因为他们教练有开会 然后本来是要排另外一组 然后到时候黄鼠就让我们有下场的机会 就派我们下去 选手跟教练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 选手只做好自己的本认 他只训练的部分要求自己把它做好 但是教练应该最大不同就是包含他们的食衣住行 可能我们都要注意到 因为我们选手里面有很多外线式的选手 这个部分可能就又又 我感觉可能是一师一父一友的感觉这样 这样跟周球啦跟他的生活一起成长这样 黄鼠还是就是一个典范吧 因为主要他每次不管是训练比赛比赛完比赛前 就是他都没有就是缺席过 他一定会就是给我们一些心理的辅导 或是就是要怎么样去应对比赛 对主力球员他肯定会依照每一个不同的球员 然后去那个就是去做对调整这样 他对我们每个球员都很了解 然后会针对我们的问题 然后私底下会帮我们解决 然后有时候在学校 不小心闯祸或者是 或者是得老师生气 然后他会被记过什么的 然后他就会就帮我们挡下来这样 那我们的周球周球在近年来 他算是难霸天 那特别是我们在我们黄明达教练 我们都细称都尊称他黄叔啦 小朋友大大小小都叫他黄叔 他把整个周球队带领的很好 那整个运作都不需要我去伤脑筋 那我就是在背后支持 一般来说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正常训练 但是因为学校要上课关系 高中部国中部是两点跟三点来训练 基本上如果没有大比赛的话 星期日是公休一天固定的 所以等于是星期六是目定要练 对一到六正常 然后也没有什么运动员 其实没有什么国定价值 就是红字我们就是练一整天这样 这个已经变成自己的那个吧 对习惯了 就是说你不想练你还是 就是不摸到他还是会想要 还是会过来练球 我觉得就是自己心里还是 打从心底有喜欢桌球这个运动 然后而且在比赛中 就慢慢练帽慢慢变强 然后在赢球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然后就是因为有这个成就感 所以可以一直坚持下去 感觉把它变成一种信仰 自己就是 因为一直都有目标有理想 就是可能像 如果选上国手前几名 可以出国比赛 然后可以出去为台湾证光 然后又享受 就感觉这是一种梦想吧 想要再选上国手 然后看能不能 继续向这条路发展这样 对啊就是想要当职业选手 因为我特别喜欢桌球 谢谢你们让我从国小到现在 就是一直有地方可以打球 不会没有球练 然后球皮什么的都不会缺 就是我家比较去看我自己 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妈妈是一直鼓励 鼓励到我觉得好像有点多余 然后爸爸的鼓励比较少 爸爸对我都是 他的方式属于都是用批评的那种 但是他的批评 不会让我觉得就是想要放弃干嘛 因为我知道这是在激励我 有时候有压力反而会更有动力 家人也都很支持我这样 然后我爸爸有空的时候就 在比赛的时候就常常会更去 帮我加油去看我们比赛这样 就很谢谢他们啊 就是一路支持我这样 前中医我们一直是我们团队 你记得一个最佳的指标的一个比赛 我们常讲一个基层球队 前中医如果 我常跟他们开玩笑说 那个成败的兴衰 那个整个团队的指标 所以我们每一次 如果有人生日 他的生日愿望就一个 希望前中医能得冠军 我们每一年都在外面争战 也第一次在我们高宏市举办嘛 然后当然那个压力更大了 在自己的地方嘛 然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看 看完了福城高中 桌球队的故事 接着就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一起来看看这群男孩 私底下的另一面 权重运出任务 动态势力大比拼 先拆除乒乓球上的支持者获胜 开始 差一点看都没啊 球都不掉 这怎么刺啊 要打慢一点 我知道了 看不出来了 只是我看得到了 要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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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他们屎感啊 教练 选择超 这个的健康 什么啊 我看不出来了 我打错悬 什么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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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嗆死啦 學校 國產 嗆死 爆氣喔 什麼東東啊 為什麼沒有提示 有 對一個字 不要蒙中了 不要蒙中了 開始 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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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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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奇 公喔 公嗎 成功 終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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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執行那個遊戲的懲罰 機會跟命運 你們來一人選一個 看你要選什麼 機會 那命運先唸 要得第一要先學會吃苦 限時30秒 喝下指定飲料 失敗必須再喝下 該怎麼喝就怎麼喝 沒關係 手不要抖 50秒 好啦 這樣就好 喝完兵100嗎 我下啊 其實我們兩個都是看的 等一下 剩下的給你喝 哈哈哈哈 預備 開始 耶耶耶耶耶 喔喔喔喔 耶耶耶耶耶耶 喔喔喔喔 喔喔喔 11秒 11秒 嗯 太蠢了吧 可以可以 通過 通過 你是好喝的嗎 我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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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換 換你 我會可以 自己的權宗運自己推 限時兩分鐘 讓三個人收出指定答案機過關 再換 換你 自己的權宗運自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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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兩分鐘讓三個人收出指定答案機過關 開始 可以丟 開始喔 開始喔 我開始 然後 用手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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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Ан vendors 打 打 打 由我開始 7喔 7 心球 你可以說話 你們說話 旺秋 他說對一個 好 還有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這兩邊都不會很快 看見到 沒有 沒有 末期不行 你比較高就喝多一點好了 喝比較少也會長比較高 來喔 慢點 乖乖 好辛苦喔 今年的四月份 這群熱血的男孩即將迎接全中運的戰場 勤奮的練習就是為了能在比賽中得到好成績 最後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的目標吧 就是我想要對我們的學生說 就是因為成績的維持是最困難 我希望你們可以繼續刻苦的訓練 給自己設定一些目標 包含可以複製今年或是往年的佳績這樣 然後繼續去努力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不會成功 全中運第一次在我們高雄市舉辦 我們集合最常講的就是把金牌留在高雄市 然後我們希望能帶給我們那些高雄市 喜歡桌球運動的人對桌球這個區塊 然後他更喜歡更投入 怎樣 我是浮城高中高中三年級的黃黃洲桌球隊 然後因為我聽教練說 從前都沒有高雄市都沒有舉辦不過全中運 然後今年剛好又是我最後一年 就是最後一年為浮城打全中運 更希望把金牌能夠留在高雄市 我是浮城高中高中三年級成冠遠 因為今年是在高雄市舉辦全中運 然後不管是團體賽或者是個人項目 都希望能夠把金牌留在高雄 我是浮城高中桌球隊國三 我叫蔡忠玉 我今年全中運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再多一面獎牌 我是浮城高中高中一年級我叫陳嘉祐 我希望我可以當選十八歲青少年國手 我是浮城高中桌球隊二年級陳亮祐 我希望這次可以在雙打拿到前三名 我是浮城高中桌球隊二年級董欣誠 我希望能在這次全中運能獲得雙打前三名 我們是浮城高中桌球隊 全中運在高雄一起為我們加油 十五歲的那個青少年國手選吧 然後那時候就運氣好 就是天選之刃 不知道欸 就剛好看到桌球就選了 跟抓抓不開 我口才比較不好 對啊都很支持 就沒有解決 對沒錯可能就放棄了吧 放棄了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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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 我只是想要